暈倒了 暈倒了 暈倒了就對了 好快 衝啊衝啊打敗這個盾 這麼快? 沒事 二段攻擊 又是很快 不要讓他走 撐住他 幸好暈倒了 Boss 應該跑不掉了 完成 大家好,又是我們GameplayHK 我自己很喜歡玩塔防遊戲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剛剛有新遊戲推出了 就是這個《魔塔守護者 Online》 塔防遊戲真的需要自力 因為要看準時機 計算數地攻擊他們 我們快進入遊戲看看這遊戲 現在我就玩到第一章第九關第十波 你可以排一下陣給大家看看 排陣前給大家看看 按這個位置就可以看到有什麼敵人 這隻精英惡鬼就是今關的Boss 要注意的就有幾隻 一隻就是騎士 待會大家就會知道他有什麼特別 現在先認一下他的樣子 還有最後這隻小鬼 因為他生了一隻翼 可以走捷徑 玩塔防遊戲就是大家要留意U字位 C字位 例如這些地方 或者這些 快點最強攻擊力 或者拖延他們的英雄就最好 因為覆蓋覆道大 還有這一隻 雖然大家看到他是C界 但其實他很厲害 最後我要放一隻近戰營 攻擊力高 以防有些怪物不小心走到我們後面 衝破我們的防線 霧道衫我就會放在這個位置 因為他的射程是最大的 接著我就會放這隻獨角獸 放在前面這個位置 他的普通攻擊就可以令到敵方的士兵減慢速度 最後就放了一隻 可以開始 放了一隻獨角獸在前面 就可以減慢所有惡魔進軍的速度 門路沙真是 路遠都可以飛過去 對 而且他會放毒 剛剛看到地下這個位置 是一個毒癩 還有我們獨角獸 有時普通攻擊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大發維攻擊 對 就可以一起攻擊他們 這麼多隻一起打的傷害都很可觀 大家留意一下 我現在攻擊的時候下面存一個圈 每存一個圈就可以出一個一階的技能 譬如我現在用 加利芬 放下來可以大範圍地吹他們 主動技能最多就存兩圈 第二圈就會變成黃色 霧道衫可以先弄暈他們 連個Boss一起暈 其實這關就不需要用到二階的主動技能 不過都試一下給大家看 就是英雄腳底下的圈變成黃色就是二階技能 二階技能的攻擊模式和一階會有少少不同 例如我現在的弓箭手 打到Boss 他就會波及Boss附近的小櫃子 如果大家想玩得厲害 就要熟習各個英雄技能 究竟有什麼分別 再判斷在什麼時機之下用是最有效果 哇,快到了,快到了 想動 再暈一下 開得很快 現在最怕是那些騎士 如果我腿一爆了就會不斷衝 你看,正在衝 打到這裡 完成 欠兩隻 先不打,讓牠走遠一點 在現在 關掉了 再放二階技能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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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場 玩法就是這麼簡單 但好像經驗,我很喜歡這隻遊戲 所以玩的時候我們很考策略 而且要很熟悉英雄的技能是怎樣用的 剛才我就用了這隻 克洛斯一開始玩的時候就有 但不要小看他只是私階的英雄 他的塔防天賦 只要你學會之後 在戰鬥中 普通射擊就會同時射擊三隻目標 以及他自己的被動技能 重路射擊 是有機會令到他打中的敵人暈三秒 是一個可以改變戰況的被動技能 接著就是牧師 S級的英雄 當學了橫掃這招之後 他的普通攻擊就會變成橫掃 即是一刀可以砍幾隻小兵 這隻S級英雄我就是之前活動的時候換回來的 接著就是這隻攻擊範圍很遠的蛇女克薩娜 他就是我手處的時候送的 被動技能方面剛才都說過 毒液噴射 他普通攻擊的時候 就有機會扔一個毒液在地上 令所有走過的士兵都會中毒 扣他們的血 小技能這招很好用 好像剛才大家看到 可以在一個指定範圍裡面 令到敵人暈倒 如果我存到兩階的主動技能 就可以發動美杜莎之眼 是全螢幕攻擊 所有人都要定住2秒 除了剛才介紹陣容裡面的幾隻之外 這隻女王都是很好用的 只要大家完成普通副本第一章第四關 最後一波就會自動獲得 他的天賦就是超級龍龍爪 普通攻擊那個死系可以同時攻擊兩個目標 一階的小技能龍炮小範圍之內 釋出一些魔法球 令到敵方受到大量的魔法傷害 如果存到兩圈 即是2階的主動技能 就是全螢幕的攻擊 對敵人造成7次的魔法傷害 如果大家連續7日登入 還可以獲得這隻SS級的大天使安傑 我就差不多可以獲得 除了故事的副本之外 我們再介紹幾個活動給大家看 例如這個米之回廊 如果大家想多賺一些石 就一定要玩這個 因為每天都會有一個排名 排名越高 拿到的石就越多 那我們就邊打邊講的玩法給大家知道 在地圖上我們可以放出5隻英雄 敵人就會由這個位置出現 就環繞著這個版圖這樣走 每一波的時間是60秒 在倒數完的時候 要確保版圖上不可以多過20隻怪物 如果多過就輸了 又或者我們在限時之內 清殺所有怪物都會下去下一波 另外就是倒數完之後 怪物是少於20我們會去下一波 但是未殺的怪物是會在下一波出現 所以如果想打高一點層數 就要盡力在限時之內清掉所有怪物才行 我覺得這個玩法都幾考大家的英雄配搭 最好就用一些有範圍攻擊的英雄會好些 大家小心這隻BOSS 因為他會不斷放一些兵制出來 所以怎樣都要放一兩個技能是單體攻擊的英雄 盡快殺了他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是怎樣殺都殺不了怪物 這樣就完成了一波 完事者打得越多波數 獎勵就越豐富 接著就玩一下這個防尖塔 LV22就開放了 在這裡可以增加到我們的戰力 因為每打到一層 開了寶箱都會有一些防具武器給我們 可以裝備到英雄那裡 我暫時就打到第四層 以及每完成一層我們都有一個增益狀態 可以讓我們自由選擇增加 大家玩的時候就要想清楚究竟加什麼增益 才對大家最有利 以及大家挑戰的時候就可以選擇不同的難度 難度越高 關卡完成之後得到的勇氣獎勵就會越多 勇氣就可以在勇氣商店換取不同的裝備 現在我們就挑戰困難的先 畫面上方大家就會看到敵方的陣容 下方我們可以出戰五個英雄 大家就可以看到當前戰力是多少 大家留意這遊戲都會有屬性雙黑 有部分魔法師會怕物理攻擊 所以出戰前記得看看敵方的陣容 流入戰鬥畫面之後 就會視乎大家英雄的速度 去決定每個回合哪一個攻擊 速度快的英雄當然就有機會攻擊幾次 殺了對面的人就會贏 因為變成英雄對戰關係 所以畫面就不是塔防的玩法 變成多些玩法 有些對戰的元素 接著就到競技場 我們可以跟其他玩家切磋 暫時我的排名就是757 戰鬥力是10,417 每天我們可以打五次 如果用完次數就可以用鑽石重置 找競技場的話我們會有一個排名 每天晚上9點就會進行結算 排名越高的玩家就會得到越多獎勵 最重要的就是會有鑽石獎勵 現在我就挑戰這個 排名570的科拉索羅門 這個玩法跟我們剛才打荒尖塔差不多 所以大家可以當荒尖塔是競技場的練習都可以 接著就跟大家介紹的工會系統 來到工會之後我們是有一個工會商店的 在裡面就可以買到不同的英雄碎片 進階用的符石碎片都會有 還有就是一些天賦材料 都是用來幫我們的英雄增加戰力用的 要買東西當然要用到工會的貢獻 如果你要賺取工會貢獻的話 就可以玩佛木牆、彩石牆這些 玩前沿沙站都可以去賺到一些工會點數 例如現在是打第一關 這隻BOSS就是全服一起去打 最後就是這個工會探險 每人每日可以做十次 至於你玩到多少次就視乎你有多少的英雄 首先留意英雄是有分種類的 例如有城堡種類的英雄 又或者是精靈種類的英雄 隊伍一定要夠三人才可以出發 例如城堡隊伍有五個人 就可以出發五次 如果你英雄不夠 好像我這個地獄隊伍只有一個人 是出發不到的 即是說我暫時來說 每日只是最多可以出發八次 大家編好隊就可以出發 例如我們現在遇到的虛弱的獨角獸 選擇不同選項就有不同的後果 有些選項可能就這樣拿到一些碎片 有些就要我們戰鬥完之後才可以拿到 如果我們選擇救他 就有一場戰鬥要打 就只可以放我們隊伍裡面有的角色出去 例如這個救獨角獸 就是不可以讓他後面的怪物追到獨角獸 大家這麼聰明應該就不會有什麼意外發生 很簡單就可以完成這些任務 獨角獸差不多到右下角了 完成 那我們就可以拿到一個他的碎片 這個是要來給我們的英雄星星用的 玩了這麼久沒理由不抽一下 現在活動就送了一個十抽的券給我 就給我用這張好嗎 我幫你按 好吧 你真是好人 先抽壞些 抽壞東西 什麼 新人 你抽了兩個英雄 叫做 但是兩個都是A 兩個都是新的 我還沒有 沒所謂 不如我們這次玩夠50抽 抽多4次 來吧 你有什麼好東西 S 這裡有了 碎片 可以幫他星星用 又是有 再來 這個好用 我也是在等他的碎片用 好像很滿意 再來 再來 30 會不會有些S呢 嘩 你真是好運 吸血鬼 再來再來 不要讓他停 又是S 布萊克雷 厲害 兩張S 還有沒有呢 C級 印馬 你有了 這麼多英雄呢 真的 好開心 好了 40抽 看看有什麼 這次比較差 不要緊 最後一次 你要不要試一下 你真的給我 這麼好 應該沒事 來吧 新的 A級 我經常幫你抽新的 好啊 這個夠了 A級 星星用 抽了50次 最厲害都是你兩個S 對呀 連出兩個S 有新的東西都好 工會尋報 我可以多派一些人出去 幫我找好東西 大家是不是覺得這個遊戲很棒 值得熬下去 消磨時間一流 我覺得有空的話 玩兩三場 動動腦筋 挑戰一下自己 看看能不能去到高一點的版數 好,今集我們就來到這裡 喜歡這個遊戲的朋友 可以在這條影片內容 有連結可以下載 記得分享給朋友一起玩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久保售 做 bee 見